气候变化已导致加州出现危机 该州为减缓气候变化而开展大规模和前所未有的努力工作 并于2020年根据参议院第1383号法案 短期气候污染物敲定了垃圾分类法 该法案旨在减少比二氧化碳强84倍的气候超级污染物甲烷气体 以及导致哮喘等健康状况的空气污染物 加州人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垃圾中有一半是有机垃圾 在缓慢分解过程中会产生该州20%的甲烷排放量 参议院第1383号法案要求 所有企业和居民将垃圾分类放入正确的垃圾箱中 我们的行动意义非凡 将垃圾分类放入正确的垃圾箱中 对于应对气候危机影响深远 我们都需竭尽全力让这些材料远离垃圾填埋场 我们如何对David's的垃圾进行分类 关于David's的垃圾收集 首先需明确 我们拥有双流回收系统 与其他地方将所有可回收物放入同一推车不同 在David's 我们将纸张与玻璃、塑料和金属分开收集 这样可保持纸张的洁净 确保其能够回收制成更高质量的产品 所以 尽管所有回收推车都倒入同一辆卡车 但卡车有隔间 所有可回收物都会分开存放 我们仔细看一下哪些物品可放入这些回收推车 David's的企业和多家庭社区使用两种回收推车 一种用于回收纸张 另一种用于回收玻璃、塑料和金属 存放纸张的回收推车可存放所有类型的纸张 普通办公用纸、卷纸筒、鸡蛋盒、垃圾邮件、手册、报纸、纸板箱 以及其他没有也不打算与食品或饮料接触的纸制品 这些类型的纸制品 如纸巾、餐巾纸、纸盘、纸杯、牛奶盒 以及有油污的披萨盒 无法回收 应放入有机物推车中 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让我们看一下另一种回收推车 这种回收推车可存放玻璃以及金属的食品和饮料容器 干净的铝箔和硬质塑料 第一部分相当简单 如果您在商店购买的玻璃或金属物品 用于盛放食物或饮料 则这类物品可回收 这包括玻璃瓶和玻璃罐子 铝罐和钢罐 干净的铝箔和铝托盘也可回收 说到干净 将这些容器放入回收箱之前 请先快速冲洗 冲洗干净可确保更易进行回收 还可防止弄脏回收推车而让人不适 有些种类的金属和玻璃无法回收 这包括盘子 杯子 碗 和其他餐具 这些物品有不同类型的玻璃制成 因此很遗憾 不可回收 好的 但是塑料呢 首先 塑料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 你是否了解 塑料制品会印有回收符号 且符号内带有数字 是的 实际上这并不代表该物品是否可回收 这些数字仅表示产品有哪种类型的塑料制成 如何判断塑料制品是否可回收 由于塑料回收具有一定困难性 因此并非每个回收中心都能接受相同类型的塑料 在David's Geekology接受我们所说的硬塑料容器 这意味着回收任何硬塑料容器 无论底部的小数字如何 这包括酸奶容器 塑料杯 塑料瓶 牛奶罐 铜等 Geekology还接受一些非容器塑料 例如塑料衣架 CD和DVD盒 塑料托盘和其他硬质塑料 有些塑料不可回收 塑料泡沫 居本引吸泡沫塑料 塑料薄膜 这些材料不可回收 需要放入垃圾桶 如果回收箱的内衬中有塑料袋 请记住塑料袋不能放入回收推车 将袋子里的东西倒入回收推车 而不是重复使用塑料袋 或将其放入垃圾桶 好的 这样就完成回收了 现在我们了解一下 哪些物品可放入有机物回收推车 这辆推车中可存放的东西数不胜数 我们想说 但凡可生长 即可放入推车 首先 您可以将井棺装饰修剪下来的东西 放入此推车中 树叶 草屑 修剪掉的树枝 拔掉的杂草 任何可生长的物品 甚至可以将枯萎的切花放进去 下一组可放入推车的物品 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物残渣 这包括水果和蔬菜 是的 甚至包括果核 种子和果皮 肉 鱼 海鲜 包括骨头 蛋壳和奶制品 但是不能放入液体 吃剩的食物 变质的食物 或变质的剩菜 没事的 大家有时都会这样 这些都可以放入有机物推车中 还有一种 是我们称为食品物质的物品 是否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这类物品 这些是设计用于包装食品和饮料 或已接触过食品和饮料的纸质品 纸巾 纸盘 纸杯 和纸碗 有油污的披萨盒 纸质的外卖食品容器 以及开封前需冷藏的纸箱 哪些物品不能放入推车 塑料 玻璃和金属 请物放入塑料袋 耐储存的纸箱 即开封前无需冷藏 此类物品不能放入有机物推车中 应该放入垃圾桶 我知道您现在在想什么 这些东西不会将有机物推车 弄得发臭且混乱吗 这并非一种新的浪费 您每周都要扔掉这类垃圾 只是将其放入不同的垃圾箱 以下建议可让这个过程更顺畅 如果您想保持推车的清洁 您可以在室内有机物垃圾箱中 使用可降解的内衬 这类袋子通常为绿色 可放入有机物推车中 包裹食物残渣并保持推车清洁 您也可以尝试将食物残渣 放入纸板箱中或用纸包裹 然后再放入有机物推车中 如果您的公司使用塑料袋 做有机物垃圾箱的内衬 请记住塑料袋不能放入有机物推车中 您可以将袋子中的物品倒入有机物推车中 然后将塑料袋放入垃圾桶 在放入食物残渣之前 您可以在有机物推车的底部 放一些景观装饰修剪物或纸板 以帮助保持有机物推车的清洁 说到纸板 我们讨论一下如何回收纸板箱 巨头警告 除非是小块纸板 否则会放不进纸张回收推车 首先 确保您的纸板箱不含所有包装材料 然后将箱子压平 如果您有纸板回收箱 您可以将压平的盒子放入其中 如果您没有纸板回收箱 您的垃圾围栏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纸板回收位置 将压平的盒子堆放在此区域的地面上 您现在已了解 在David's应该如何将垃圾分类放入正确的垃圾箱 在帮助减缓气候变化方面 正确分类垃圾人人都可以做 并且是最具成本效益 且最简单的事情之一 感谢您帮助我们做出改变 有关垃圾分类和新参议院 第1383号法案法规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David's Recycling.or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